两边各被插到第三根手指的时候 东华终于受不住昏了过去 浩德天君身后的天兵 却是早早搬来了一桶冰凉刺骨的盐水 罩着东华胸前就是一泼 冷盐水浸入伤口 东华额间当时冒起厚厚一层冷汗 连昏都不让他昏 剩下还有四根竹签 东华被疼得又昏了一次 天兵泼了桶冷盐水 没把他泼醒 天君干脆到一旁拿了根烧的通红的烙铁 直接按在他胸前的伤上 他终究是被疼醒了 双手十根手指被插满竹签 若非他被人压着 恐怕连跪坐的力气都没有 该是会疼得直跌在地上的 他颤抖得厉害 浑身上下被疼得颤抖不已 食指连心 他觉得这样的痛比至弯心还能熬许多 他摇了摇头 扯出一抹不似倾效的自嘲 竟还有力气苦中作乐 竟还有力气比较起真正的弯心之痛 那两个天兵还不肯放过他 或者说是浩德天君还不肯放过他 他们重新抓起他的手 将余下的五根银针从手指中段的关节侧面横穿 正正好卡在关节当中 又阴着银针长 五根手指本来就没法并拢了 如今只要动一下 就是生不如死的痛 横穿关节倒还好 相比竹签而言 不是那么的痛 他能忍 帝君好毅力 真不愧是东华帝君 浩德天君拍着手 杨梅望着满头冷汗 却连一丝痛苦都不愿表露出来的东华 罢了 你们几个 一会儿将他扔进吉利龙 吉利龙 东华也晓得 那是个铜酒曲龙差不多的笼子 笼子很矮很小 六面栏杆上都是尖刺 碰上去就会被尖刺划破皮肤 尖刺上有枝叶 嵌入血肉会引起一阵强过一阵的刺痛 就算及时脱离尖刺 这样的痛也不会消失 吉利龙栏杆上有静止 一处便会引起类似于天雷的雷光 剧痛堪比包皮抽筋 不过此种痛只要不碰到栏杆就会消失 天君抬手落下一道竖法 除去了东华身后的刑架和捆着他的雷索 唯独留下了嘴上乐着铁球的雷索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着那两个天兵架着东华 将他的双膝从已然没了温度的铁针板上猛力提起 他膝下本已经不流血了 这一体虽除掉了铁针板 却也令他双膝双腿重染鲜血 一个天兵将吉利龙门打开 两人随手抓着东华 也没管抓到了他那一处伤口 粗鲁地将他塞进了吉利龙里 触及郎章和尖刺的颤啊 他的身子经不住颤了两颤 嘴边的血又多了许多 吉利龙很疼 他的气息难得地会紊乱成这样 即便双臂未脱臼 食指被插满竹签迎针 他也没法子让自己远离栏杆和尖刺 吉利龙是天惊故意的 就是想让他时时刻刻痛着 时时刻刻被折磨着 他合了毛子 干脆什么也不顾 以上栏杆 他能忍 痛点没什么 他这副样子 再挣扎也是能靠在栏杆上 挣扎不过是徒劳 不仅徒劳 还会让他更痛上几分 同样是痛 不弱就这样缓一缓 他适应疼痛的能力很好 很快就能习以为常地受下 天君很满意 将东华扔在吉利龙里后 带着五个亲信天兵阳长离去 东华缓缓睁了眼 垂眸望了望自己的模样 眼底浮出一抹苦涩 若他的法术能早早恢复 又何止现在这般 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毫无办法 甚至只能将自己送上门去 他倒也不介意自己送上门 他更担心的是昏迷在碧海苍林 他的节戒里的白凤九和白滚滚 他向来不在乎自己 是遇到凤九以后 他才晓得了家的感觉 也逐渐晓得在乎与被在乎的感觉 他其实还是不大懂在乎的意思 凤九在他身边 他才晓得他要在乎在乎自己 他懂得只是为了不让他在乎的人伤心 而在他在乎的人面在乎他自己 他只是知道在乎别人而已 他关心所有人 却不知道他其实也可以关心关心自己 大约是从来都没有人关心过他 习惯了一个人 便不习惯被人关心了 直到遇见那只小狐狸 青秋白家人和哲言上神往碧海苍林走的最情 通常两伙人都是一路来 路上还能同哲言上神问一问白凤九的情况 因着东华为击横而错过大婚的那个事 白家人不大待见他 能关心上一两句便是很好了 诚然其中因果早早便有人来同他们说明了 连白滚滚都认了 但向来护载的白家人更希望听到的是东华对这件事的解释 走进碧海苍林刹那 感觉不到分毫东华 白凤九和白滚滚三人气息的一众人 暗道不好 积极四散法力探查出去 有结界 法术被结界挡了回来 哲言盲睁开双眼 起身寻着结界的方向找去 这时 白家人跟着哲言来到结界前 被远前犯着紫色金光的结界经了经 必经设的结界 是东华提仙缘所设 他若不死 结界绝无打破的可能 哲言紧接说道 东华身上法术不足一成 要结出这样的强大的结界只动用仙缘之力 结界里 莫非是小九和滚滚 他小心翼翼地抬手触上结界 果然 结界并未将他弹开 泛着紫金光芒的结界上呼而显出一大片佛林花瓣 浅粉的花瓣在半空中盘旋两个来回 花瓣周围白光乍现 熟悉的声音渐起 而花瓣竟开始有些消散的趋势 小白和滚滚受了伤 在结界里 天君谋权 兵行险招 短短两句话 花瓣竟散 折掩拧着眉 一头撞进结界 结界里 白凤九和白滚滚分躺在花海下 依然昏迷未醒 折掩双手掐绝 两道竖法分别落于两人身上 约探 眉头皱的夜景 他们怎么了 紧带而来的白家人三言两语问着 折掩半蹲在两人中间 一面给他们稳住心脉伤势 一面愁着张脸答道 不太好 小酒体内像是有禁术的痕迹 滚滚 滚滚的伤上有东华的气息 声音愈发清浅 滚滚是帝君打伤的 这是怎么回事 白家人面面相去 有些难掩的怒火 折掩一手抱起白滚滚 一手招来白针 先别管他们到底是怎么伤的了 东华拿仙人做结界 定是出了大事 天君谋权 都做到天君了 还能谋什么权 他是贤东华这个退位了的天地 共主挡了他的路 兵行险招 连东华都说兵行险招 现今东华不在碧海苍灵 恐怕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东华身上法术修为不足一成 星光结界里的伤也一直没好权 他必然是亲自去处理天君的事了 你们要算账以后再算 先找到东华再说 我和珍珍那小酒 滚滚回桃林 你们先去天宫找人 他大方地拔了根凤铃给白纸 找到东华就把凤铃烧了 我和珍珍即刻来与你们会合 当天夜里 耗得天君又去了一趟天牢 依旧只在天牢里留下了那五个清姓天兵 不用他下令 其中两个守门 一个去开吉利隆的门 两个半拖半拽的近乎昏迷的东华从吉利隆里拉了出来 他们毫不顾忌他的伤 手一抓 专门盯着他受伤的地方抓 哪一处伤重就抓哪一处 吉利隆矮想 东华被拉出来的时候 那几根贯穿手臂的铁针和手指头上的 竹签迎针重重撞上了吉利隆的栏杆 追星追动交他灯时冷汗淋漓 一双通红的眼眸里带着些许晶莹 痛到极致 再坚强的人也会落雷 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 他呼吸轻颤 嘴角的鲜血躺如溪水 他们将他脱臼了的双臂并在一处 取铁链捆住他双腕 把他高高掉在了天牢的木梁之上 他被掉得高 双脚只有脚尖勉强点地 全身的重量都落在了脱臼的手臂上 至片刻 他以汗如雨下 混着血水在地上积攒出一滩新鲜血迹 打 天津冷冷一字出口 一个从墙角拎了跟手臂粗细的方正长棍 一个从墙上取了那条江江用过的鞭子 一前一后站定在东华身前身后 那长棍上满是小刀士得尖片 又薄又锋利 一棍子便能将人打得皮开肉绽 东华合谋微垂着脑袋 只胸前那一点微弱的起伏 他向来是习惯痛的 痛得多了也能习惯 可眼下 浑身的痛一阵强过一阵 饶食他也被折磨地生出了些许死质 双臂脱臼 嘴里又塞着铁球 他倒是连资金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也好 没有了退路 他总能活得更久一点 他记得还有小白和滚滚在等他 没法死 却也能吊着他一口气 带着尖刺的鞭子和长棍交错着挥落在他前后 胸前一边 身后便紧接一棍 他像破麻袋势得被打得前后摇晃 早被磨光了皮的腕子鲜红一片 手指 手臂的伤血流如注 将他一头银发鳞的鲜红可布 一身紫衣破碎的不成样子 三三两两的碎部站在伤上 与血肉搅在一块 再难分清 整个人仿佛是从血水里拎出来的 一身赤金血所剩无几 连伤口和嘴边的血都躺得慢了许多 他本是不愿意出声 后来是想身影也出不了声 现在连出声的力气都没有 鞭子和长棍筒共也没挥多少下 待到他便体鳞伤 体无完肤 浑身浸透赤金血以后 天君叫停了那两个天兵 他们扔下手里刑具 又去墙角翻找了片刻 回到东华面前时 他们手里捧着一团脏糊糊 乱糟糟的麻布 天君再挥了挥手 他们一时将手里的麻布甩开 像裹床单似的 将麻布紧紧裹在东华身上 麻布背进过余胶 不长不短 正正好能在他身上裹个一圈 也正正好裹住他前胸后背 大抵是麻布裹得太紧 又大抵是麻布太过粗糙 也太过肮脏 裹紧的瞬间 东华微扬了扬头 喉咙深处还是滴滴的闷哼出了一声 眼睫烧颤 神是已然不大清明的东华 在看清身上的麻布之后 呼吸下意识的急促了不少 半昏半醒间 逼垂的眼底竟显惬意 他也是人 也会害怕 因为他一直都太过强大 是人们都忘了他其实也会害怕 他要护着天下 所以他又不能害怕 他常常在逼自己 逼自己忘记疼痛 忘记害怕 所有为人都在寻求他的庇护 而他只能自己庇佑自己 他自己又那么的不在乎自己 他总在夜深远近的时候 一个人蜷缩在黑暗的角落 独默默舔尸着自己的伤口 天君就这么吊着东华 足有一个多时辰没管他 后头再管他的时候 进了余胶的麻布 枣和鲜血伤口 紧紧粘粘在了一块 天君夺着方部缓缓走在东华身后 不知何时起 他手上就已经握了一把 三四寸长的匕首 帝君多年终战 想必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吧 他将匕首尖抵在东华背后 慢慢悠悠地画着圆圈 帝君说 本君要从哪处下刀才好 他意味深长刀了一声 去道 帝君还是不要说话了 那铁球的滋味可不好受 帝君早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他一面说着 一面漫不经心地下了刀 锋利的匕首狠狠扎进东华背后 从上到下 深刻见骨的一刀直直画到麻布末端 东华哼了一声 后背僵直 欲躲却无处可躲 第二刀落在第一刀的旁边 同样一刀到底 将整块的麻布割出了一条三指宽的布条 天君手腕一转 将匕首收在掌心 用一只手慢慢附上布条顶端 他的动作一直都很慢 既带着令人窒息的恐惧 又能在无声无息间突破他所有的防线 就好像知道自己会死 但就是不知道 只自己死命的这一刀会在何时坦下 这让漫长等死的过程最为痛苦 整座天牢寂静无声 唯有东华粗重的呼吸和点点鲜血滴落的声音 安静的令人感到害怕 天君忽然一把抓紧布条 以迅雷不及掩耳直立 猛一下将手臂长的布条从东华背后撕了下来 麻布和伤口黏黏在一起 这一撕 撕的便是血肉 粘了一胶的麻布粘性极好 和血肉粘在一块了 便就等于在人身上生生扒皮 布条上粘满鲜血肉块 鲜血淋漓地被天君拎在手里 末端还不住滴着血